这个视频我们来说说如何确定物体的位置 老师带领同学们到动物园游玩 在喷泉广场 有一幅动物园客馆的路线图 你知道熊猫馆在喷泉广场的什么方向吗 解决这个问题 首先我们要确定观察点 并建立方向标 在平面图中 确定熊猫馆在喷泉广场的什么方向 就是要以喷泉广场为观测点 建立方向标 也就是以喷泉广场为中心 按照上北、下南、左西、右东的方向 在地图上建立方向标 然后测定熊猫馆的方向 在确立方向时 既可以以南北为主方向 以北偏东或偏西 或者以南偏东或偏西多少度来描述 也可以以东西为主方向 以东偏北或偏南 或者是西偏北或偏南多少度来描述 因为熊猫馆离正北方向比较近 所以通常用两角器去测量正北方向 与熊猫馆所在的方向的夹角 我们看测量的结果为20度 所以说熊猫馆在喷泉广场北偏东20度的方向上 当然也可以说熊猫馆在喷泉广场东偏北70度的方向上 知道了熊猫馆在喷泉广场的方位 我们再看这幅图 大象馆和长颈鹿馆都在喷泉广场的北偏西60度的方向上 怎么区分它们的位置呢 由于方向相同 必须要确定它们离观测点喷泉广场的距离 从图中可以看出 以喷泉广场为起点 长颈鹿馆到喷泉广场的距离是500米 大象馆到喷泉广场的距离是1000米 我们可以这样说 大象馆在喷泉广场的北偏西60度的方向上 距离喷泉广场1000米 长颈鹿馆在喷泉广场的北偏西60度的方向上 距离喷泉广场500米 参观完斑马馆后 我回到喷泉广场 然后再去猴山 你能说说我的行走路线吗 从斑马馆走到喷泉广场 是以斑马馆为观测点 建立方向标 用凉角器测量出夹角为30度 喷泉广场到喷山 是以喷泉广场为观测点 用凉角器量出夹角是45度 现在知道了角度 也知道了几个点之间的距离 可以这样描述路线 由斑马馆出发 向东偏北30度方向走800米到喷泉广场 再由喷泉广场 向东偏南45度方向走1500米到达喷山 下面我们再来看一道题 如果以大明山为观测点 你能说出大本营的位置吗 有图可以知道 大本营在大明山的东北方向 连接大明山和大本营 再用两角器测量连线和大明山正北方向的夹角 我们看测量的结果为45度 现在我们再用直尺测量一下大明山和大本营的距离 大约是5.6厘米 因为图中显示1厘米表示100米 所以实际距离为5.6乘100 也就是560米 所以大本营在大明山北偏东45度方向560米处 或者说大本营在大明山东偏北45度方向560米处 其实还可以用树对来表示大本营的位置 我们把这幅图放在方格图中 大本营在第四列第四行 可以表示为树对四四 通过这个视频 希望你能记住根据方向和距离 确定物体位置的方法 一要找准方向 二要确定角度 三要算清实际距离 好了 我们赶快做几道题试试吧